今天學生團體還有接任老師來到勞動部前面 就是因為現在已經快要接近六月底了就是學生選課的時間 然而接任教師因為去年九月開始勞動部用切割試用勞基法的方式 然後讓大量的接任老師面臨失業的危機 然後到現在學生要選課了那照理來說 接任教師他身為一個勞動者應該無條件的納入勞動基準法保障 擁有蓄定保障才不會面臨像現在被學校可以隨意逼退的方式來處理 然而教育部 然而勞動部至今依然我們看不到勞動部對於說 接任老師納入勞動基準法的訴求 一再的審議一再的把這個職責替迷程替回給教育部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勞動部前面 要求勞動部接任教師一體適用勞基法 在這一次四星大學的不續命案中 有許多都是講過我的老師 在這裡我借一個機會感謝他們 我們有的 他們有的不只在課堂上有教我們 就是有的孩子以下我們會搞一些讀書會 每一次每一種讀書會我們都會把經典 用於解釋實際的生活 是好的細心來教導 反駁的解釋甚至在課堂上以介之事 才讓我稍微開教 稍微不要再和文二二過下去 但我覺得四星大學不是這樣想的 他想的只叫我按小腳學費 只會 校長只會把我們這些抗爭的同學 當作不理性的同學對待 我們的授教權 老師的工作權 對學校來說痛痛不重要 最惡劣的是教育部 跟職種幫忙 他們連連手 不講檢驗教師 大家要勞幾把 他們連具體原因 根本就根本說不出來 那當勞動部過於各方的壓力 需要重新審視 堂老師是不是適用勞幾把的時候 那我們就變成犧牲了一群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非常的需要 需要去討論跟調整 所以我希望勞動部能夠正視這個 這個決策的問題的重要性 以及你們要面對自己政策轉彎的結果 就是造成整個大學的教育 越來越走向商品化 越來越走向商業化 這對於台灣未來的發展 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我們還記得在英文政府在上任前 他的勞動承諾明明就是要保障非典勞動者 而接任教師就是這些 最需要受到保障的非典勞動者 然而蔡英文政府執政之後 我們看到他們說 他們要英派革新 他們要點亮台灣 能到這個革新 就是把這些分典型勞動者 這些建設教師革新掉嗎 能到點亮台灣 點亮的就是這些大學執法的利益嗎 我們也力譴責蔡政府在上台之後的 法家灣政策 因為教育現場涉及到了 教師學生還有大學自治相關的一個面向 教育部認為說在教育法令的規範比較周全 他們教育部 你這樣輸得死罪了 他們 como講說我 tissue過好幾次了 現在是勞動部要請出 有事愛我來請出 勞動部要不說自己 我有什麼慶外能詞 你要什麼事情都可依給教育部 所以我們已經廣會發自詔 說過了好幾次 勞動部的立場 comunerne package 如果高教工會有具體的資料,勞動部願意協助,轉請教育部去了解調查,是否有違反法令? 我們要問的是,原本到今年8月1號,今天教師就應該要施用老基法,為什麼到現在為止,勞動部居然讓這個政策跳牌? 我們要問的是這個問題,為什麼不會建議教師一體施用老基法? 教育部已經有修改相關的一個辦法,然後後續他會開會,再繼續延殺強化,兼任教師一個權益,謝謝 謝謝,謝謝 部長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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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長來面對! 全部都有五個十塊是! 勞動部長來面對! 好吧,勞動部長來面對! 沒有旭品保障! 沒有旭品保障! 就沒有收 Nanj Tib Tea 女性拎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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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拎! 二分會不見 部長出來 我們的抗爭絕對不會停止 接下來在世新 在京華大學 都還有許多學生發起行動 反對 學校打壓 老師 讓學生選課的權益 減少的作為 我們會抗爭到底 抗爭到底 抗爭到底 避退接人教師 師生抗爭到底 師生抗爭到底 教師 師生抗爭